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例题 再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这样子的 这里有一个半径为R 质量为M的均匀的十星圆柱体 十星圆柱体 十星圆柱体的转动光量是二分之一MR平方 好我们现在让它悬空的时候 开始有一个角速度 Omega零 当然你悬空就是不要悬得太高 距离这个水平面高一点点而已 有一个Omega零以后 你就把它垂直让它自然掉落 因为它只离开它一点点 掉落到这里来 因为它有一个Omega零 所以这个面 接住面这里 不会是瞬间静止的 它这个有相对运动 因此它是这个时候有滑动 又有滚动 有滑动又有滚动 于是这个球它就开始往这里滚了 用一个Omega零 这一点是往这边运动 所以它会有一个动摩擦系统朝这边去的 你看它的水平力里面只有这一项 这一项往这边的 因此它往这个方向会有一个加速度 转动的时候它是这么转 可是摩擦力要往这一边 它的力矩 摩擦力的力矩跟Omega零是方向相反的 所以它的脚加速度Alpha就是这个方向 好我们把这个图画好了 现在我们假设它落地的瞬间 当做T等于0 开始计时 计时 好汇出力图 然后我们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列式子 从这个图里面 移动来看 SigmaFx它只有这一个力 这个力呢 就是它的X方向的合力 要等于MA A朝这个方向因此用正的 好 SigmaFy NormalForce是正的 Mg是负的 这两个合力呢 加起来 就是让它方向相反 式子里头就是相减的 等于0 为什么0呢 因为它没有这个方向的加速度 所以一定是0 那就可见它N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Mg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要求这个物体 它起初是一边转动一边滑动 现在问 要经过多少秒以后 它开始做没有滑动的转动 多少秒以后做没有滑动的转动 好 那么我们刚刚用这个 牛顿力学 动力 就牛顿的动力学 列出式子 这个式子啊 我们目的在求出它的加速度A 因为我们知道它起初的状态啊 起初呢 V0等于0啊 位置在X0啊 那加速度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 它T秒钟以后 就说 这个时候是 它有滑动的转动啊 这个过程 经过T秒钟 它的速度变成多少 可以变成多少 可以变成多少 那这个问题在解A 但是 这个里面有几个位置数啊 我们看到FK不知道 A不知道 N不知道 两个方程式有三个位置数 还是不能做啊 好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写出来 FK FK跟N有关系啊 它等于μKN 等于μK MG 它μK呢 有给我们 摩擦系数给我们了 好 我们先从这三个式子里面 我们呢 写一下 从这里 我们写着 你看这个 FK带到这里去 μKMG等于MA 所以A就等于μKG 这个是定值 对不对 这是定值 所以它是做等加速运动 好 然后我们就 用等加速运动 运动学来做 T等于0的时候 V0等于0 设T秒钟的时候 它的速度变成V OK T秒钟 以后就开始做 没有滑动的转动啊 好 那么 我们把它带到等加速公式 V等于V0加AT V0是0嘛 所以A呢就等于V over T V over T 好 我们把这个A带到这个里头来 这个A 我们就得什么呢 μK 这个带到这里来 这个带到这里来 等于μK等于这一下 于是我们就 就有μK乘T 等于V over G 好 那这个式子并没有完全知道哦 μK你不知道 V不知道哦 V不知道哦 就是他什么时候做 这个V是要求的 所以这两个 这一个式子里头啊 有两个位置数啊 我们没有办法解 好 于是我们就 我们开始 找另外一个方程式 就是它的转动动力学 转动动力学 我们以欧点作为参考的 欧点通常都是 都是指它的直心呢 以这一点作为转轴的话 你看这两个例 normal force和mG 都经过直心 所以它没有 没有力矩 只有FK有力矩 FK的力矩是等于FK乘R FK乘R 那这个是做什么方向的 转动呢 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OK 逆时针方向 它是等于I0 负Alpha OK 好 那么因为它现在的 我们以Omega0 作为它的标准 Omega0原先是这个方向 而现在我们的Alpha 是这个方向 跟它相反 所以我们就用负Alpha 好 我们把I0带进去 二分之一 因为它是一个圆柱体 所以它的转动光量 是二分之一 mR平方 乘上Alpha OK 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 A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FK呢 跟前面那个FK是一样的 等于μKN N就等于MG 所以μKMG 然后我们把这个M 然后我们把这个M约掉 就变成RμKG R也约到一个R 等于定值 所以它的转动运动 也是一个等脚加速 其实是等脚减速 因为它的速度越来越慢 好 T等于0的时候 Omega是0 这起初状态 T秒钟以后 它的脚速度是多少 我们用等脚加速运动 我们就得T等于Omega 减Omega0 overAlpha 好 那么我们把Alpha 这个值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的 T等于这个 好 我们也把这个μK 乘过来 μKT等于27分之1 R0减Omega 你看 我们这里有μKT 刚刚前面那一半 也有μKT 所以这两个μKT相等 相等的话呢 那就表示 这个要等于前面的 前面一半 μKT是等于V over G 现在的μKT 是等于这个 所以这个跟这个相等 好 在这个等式里面呢 V是我们要求的 Omega也是要求的 那 看起来好像 也有两个位置数啊 但是 现在它做的是什么运动呢 T秒钟以后 它就是做没有转动的 移动 没有转动 没有滑动的转动 这个时候V跟Omega就有关系哦 V等于R Omega 由于T秒钟开始啊 圆柱体做无滑动之转动 所以这个时刻开始呢 V要等于R Omega 我们就把这个关系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V等于V等于二分之一 R Omega 这个Omega就等于这个 这应该还有一个 积约掉了 这两边的积约掉了 积约掉 这个Omega变成这个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式子 这个V也搬到这边来 合并以后解除 V是等于三分之一个R Omega 就是说 T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变成这么大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做 没有滑动的转动 然后我们把这个V呢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OK 好 那么 V等于三分之一R Omega 我们就解除这个T 它从一开始 做有滑动的转动 到后来它做 没有滑动的转动 总共经过多少秒呢 经过这么多秒 OK 这一题很有意思 希望各位同学回去以后 仔细的再把它看清楚 好 现在我们要介绍 指点的角动量 跟角动量守恒 我们还是拿一个平板 二度空间的 二度空间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夹板 三夹板上面呢 这个值点 它的质量是M 它的速度是V V 这个平面就做参考了 它有一个动量是MV 这一点 跟我们所取的这个参考点 我们转轴就是经过参考点 跟这个面垂直 位置R 我们就定义 规定 有一个量叫做L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R cross P P就是动量 就是MV 这是规定 没有道理 就是这样子 R cross P 就叫做角动量 小动量 那么因为 这个物体 比如说这是某一个物体 假如这个物体的位置会改变 它的速度也改变 就是它的位置也改变 速度也改变 那当然L也改变了 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式子两边 对时间来做微分的话 那这个微分 我们先把R当常数 Cross D over DT 作用在MV上面 然后再加上一个 把MV当作常数 那这个operator operator在R上面 这一项可以变成这两项 但是这一项里面 D R over DT 就是V 就是V 所以 这个也是V 这个也是V 方向相同的 因此这个Cross就变成0 变成0 只剩下这一项 这一项叫做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力 我们看这个 DMV over DT 就是这个值点的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我们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就是这个值点 所受的 外力 的合力 外力的合力 我们写成这样子 Net Force 就不需要去写成Sigma F External 那外力的合力 对参考点 产生的力举 我们就称它叫做 External Talk 外力举 OK 好 现在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式子 它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物体 它的角动量是L 它受到外力举的作用 那角动量呢会随时间改变 随时间改变 你看这个不就跟我们 以前讲的牛顿第二定律 一样吗 Sigma F External 等于DP over DT 就是说物体受到外力的时候 它的合力 的效果就是使得这个物体的 总动量产生改变 那这个是 外力举 那这个是角动量 你看这两个很类似 对不对 很类似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如果 不是看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如果 外力举的合力举 等于零的话 左边是零 那右边 DL over DT 就是零啊 那就表示这个L 跟时间没有关系 跟时间没有关系 OK 它跟时间没有关系 那就L 就是一个定值 那这个就是 角动量守恒定律 角动量守恒 角动量守恒 它有条件的 记住 它的条件就是 外力举等于零 我们讲了好几种的这个原理 好几种的定律 比如说 功能定律 里面 有基建能守恒 基建能守恒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然后 一个两个物体做碰撞的时候 它的动量守恒 也有条件 什么时候动量守恒呢 就是 它外力的合力 等于零的时候 动量守恒 以后 你要用到这个守恒定律 你一定要把 它的条件 要验证出来 你要用这 它L等于定值 角动量守恒 你要验证 它的Sigma Tog External 是不是零 是零才可以用 不是零都不能用 这个一定要 各位一定要仔细 记住 不可以随随便便就说 动量守恒 你也不检验它的 外力的合力 等不等于零 就是说动量守恒 一个题目拿到 尼玛丝写 它的基建能守恒 你也没有检验 看看 它非保守力做的功 是不是零 这样都不可以 你要把条件 这个条件 去检验 它有了这个条件 它才有这个结果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一个值点的角动量守恒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系统 它有N个值点 看到没有 M1 M2 M3 还有更多没有画出来 每一个值点的角动量 L1 L2 L3 那么系统的角动量呢 我们用Total L Total角动量 总角动量 就是每一个 值点的角动量的向量和 如果每一个值点的角动量 都可能会改变的话呢 那么它的总动量呢 也更多时间改变了 那么都是时间的函数 我们就把这每一项都对时间做一次为分 那我们再把刚刚那个关系带进去 第一个值点 总动量 总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它的总角动量 是跟第一个值点所受的外力矩有关系 第一个值点在这里 它受的外力矩 我们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 真正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给它的力矩 这是真正的系统外的外力矩 还有呢 这个系统内 其他的值点 M2 M3 M4等等 给它的力 这个算是内力了 系统来说是内力了 但是对M1来说是外力了 所以呢 它这个外力矩 可以变成external 就是真正的外力 还有由其他系统里头 其他的值点给它的这个力矩 M2也是一样的 TALK2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external 扩乎在一起 internal扩乎在一起 那这一项之和呢 就是SIGMA TALK EXTERNAL 就是所有的值点 受外力 这个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矩的总和 然后再加上这个 internal TALK SIGMA internal就是说 M1是受其他的值点 给它的外力矩 再加上M2 有其他的值点给它的外力矩 这个外力矩之和 要等于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拿两个来看就好了 两个来看就好 M1 比如说这两个 他给它的力 比如说外有引力吸引力朝这一边 他对这个参考点产生的力矩 跟他给它的力 吸引力朝这一边 这两个吸引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吗 对同一点参考点来说 它的力矩就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吗 这两个加强就是零 所以这个零 这个消掉零 剩下这个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这样的实质 这个就是说 所有的 就是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受到系统以外的 外力矩 的合力矩 要等于 这个系统 总动量 总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OK 物体受总外力矩的作用 等于 物体 总角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拿这个式子来看 如果这个系统 它的外力矩的合力矩 等于零的话呢 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系统的 总角动量等于定值 这个就是一个系统 它的角动量守恒 物体 物体就是一个指点的系统 它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要记得 这个是系统的角动量 total 然后这个是系统以外的物体 给它的力矩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有两个指点 一模一样的 都是M 当中用一个没有质量的硬棒 把它连接在一起 这个距离不会改变 这个 然后呢 这个系统 你看M 跟这个M 都绕着这个 这个轴在转动 它这样转 同时它这样子转 角速度是Omega 角速度Omega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系统的角动量是什么 角动量是什么 我们假定说 这个质量系统 跟转轴之间 这条连线跟转轴的夹角 是θ的话 我们令转轴是Z轴 转轴是Z轴 OK 那么Omega呢 方向就是在Z 然后大小是Omega 那么这个Omega 跟这个 这是指点在这里 转的Omega的大小 跟切线速度有什么关系呢 V等于R Omega R就是这个圆周的半径 这个大R 跟这个小R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直角 所以R是等于小R3θ 大R等于小R3θ 它是V等于这个 那么这个系统 只有两个指点 对这个转轴 在旋转的时候 它的转动惯量是什么呢 就是2m 乘上R2平方 一个是MR平方 两个就是两倍的MR平方 好 系统的 总角动量 总角动量 我们看一个好了 先看一个 它就是等于R CrossMV 这个方向在哪里 就是跟 以这个为边 跟这个为边的这个面 垂直的方向 就是L 因为它两个 就是两倍的R CrossMV 你看 它现在的L 跟这个Omega 有一个特色 Omega始终朝这一边 但是L 不是永远朝这一边 它也在这里转 当这个M 跟这个M 在这里转的时候 这个L 也在这个地方转 因此这个L 跟Omega 你看很显然的 L的方向 跟Omega不一样 不一样 总角动量的大小 就是二倍的R CrossMV 因为R这个方向 MV是这个方向 这是垂直的 所以它就是两倍的RMV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L跟Omega 方向不一致 方向不一致 我们现在就看 我们现在就看L 在转转方向的分量 就是这个量 这个等于什么Lz 就是Lz Lz等于Cosin Phi Cosin的这个L 乘上Cosin的Phi 角度 而Phi跟这个Theta 你看这个L跟这个是垂直 这两个加起来是90度 因此 Lx rewards 就等于Lsin proud Lsin L是两倍的 MV 再重新Í Bennett 好 那现在 我们把这个R3 扛呼在一起 为什么扛呼在一起呢 因为R sinθ是等于大R 小R sinθ是等于大R 然后这个Omega另外写 两倍的M 然后这个V改一下 V呢我们写成R omega V等于R sinOmega 因此它就 这边有个R sinθ V又有个R sinθOmega 所以这个就变成R sinθ平方Omega 这个是大R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2M大R平方Omega 这个呢就是I 看到没有 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 所以我们发现 Lz等于I0乘Omega 好 这里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的 转动量 转动量在转轴方向的投影 等于I0乘Omega 但是转动量的向量 不等于I乘上Omega的向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刚刚说过 L跟Omega方向不一样嘛 对不对 你怎么能够摆在一个等式呢 所以一个系统 它的转动量 跟Omega之间 不见得有这种向量的关系 不见得有 但是一定有这个关系 转动量在转轴方向的投影 等于I0乘Omega OK 这个关系 一定存在 一定存在 底下就是说 在一般的状况之下 L不等于I乘Omega 这个不等于I乘Omega 那就没有这个四周 就没有这个四周 如果你这个大小 跟这个大小一样的话 它就有这个 就没有这个关系 但是不是说 整个系统都没有 而是说 这个系统 看它绕什么轴在转动 它如果绕主轴转动就有 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题目 两个指点 这样子绕它的转轴转动 L跟Omega 方向不一样 这个不是主轴 如果这个指点 在这里 一个指点在水平这一边 绕它的中间这个轴 在转动 一个轴经过 跟它的长度垂直的轴 跟它转动的话 那它的L跟Omega 就是同方向 这个时候的轴就是主轴 就是主轴 那这个主轴 一个物体 我们知道最少有三个主轴 多的话可以有无穷多个 我们刚刚那个系统 两个指点的系统 它有无穷多个主轴 比如说你只要两个指点连在一起 你这样转也是主轴 你这样转也是主轴 那你这样转是主轴 你这个轴偏一点也是主轴 那就是 就跟刚刚那样 你连线 如果跟转轴之间 有一个夹角θ 这个θ不是90度的话 那么它就不是主轴 要记得 只有当物体绕主轴旋转的时候 才有这个关系 那么什么叫主轴 就是说 防止L跟Omega的方向相同 这个轴就叫做主轴 至少有三个 至多有无限多个 那么我们现在在普通物理的阶段 这个向量式 我们刚刚讲过 你这个 这个L不等于I Omega 所以你这里不能写 Di Omega向量over dt 不可以 不可以 但是你这个式子一定存在 这个式子一定存在 当这个式子存在的时候 如果绕主轴旋转的 外力矩等于0的话呢 那么这个Lz 就等于定值 Lz就是这个等于定值 这个就是 我们线阶段 普通物理的阶段 我们所谓的 角动量守恒 就是指这一部分 OK 不包括全部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没有能力 来讲这个 这一部分 我们 就是这一部分 角动量守恒 通常就是指 它所受的 外力矩 是转轴方向的外力矩 等于0的话 那么 角动量在转轴方向的投影 就等于I Omega等于定值 是这个 普通物理阶段 大概就是指的这个 角动量守恒 以上关系 既为线阶段 常用的角动量守恒定律 好 这个式子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等于定值 假如这个是0 这个是定值 对不对 这个定值的话 如果I 不能改变 就是说这个系统的 转动光量不会变 比如说一个钢体 它的I就是固定的 那么当Sigma Toc Z 等于0的时候 I等于定值 Omega就是定值 Omega就永远 以那个角速度在旋转 如果这个物体不是钢体 它的转动光量会变 比如说我们人体 好了 我的手张开的时候转动 跟我的手收回来的时候转动 转动光量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I如果增大的话 Omega就必须减小 因为这两个乘起来 等于定值 你这个变大 这个当然变小 那这个变小 Omega就要变大 这个在我们运动上面 运用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来讨论一下 I改变的时候 Omega也在改变 这个物理现象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